前一段时间 厦门的刘小姐像往常一样 洗完澡 坐在电脑桌前的气压升降椅上吹头发 突然 哐的医生就响 椅子就炸开了 刘小姐当机是在地上被送往医院 那个声音真的比炸弹炸的还大 外面的离了几十米眼的都听到了 人家以为 我以为是煤气管爆炸什么 就炸起来 屁股就被插到了嘛 然后就坐到床边了 然后流了很多血 医生从刘小姐的臀部和腹部 取出了十几块的碎片 而爆炸的气压椅 座位处已经完全爆裂 旁边的电脑机箱也被炸开了 而倒霉的还不止留下钱一个 2007年 燕台开发区68岁的吴先生被椅子炸伤 臀部 腿部 直伤钢管和小肠瘦伤严重 同年 浙江省舟山市楼运士租的椅子发生爆炸 硬送料 木屑等大量碎片绷进了楼运士的体内 2009年 山东郊州的14岁男孩涛涛 坐着旋转升降椅子上上马 旋转已突然爆炸 气压杆插进了滔滔的臀部 胸腔也被一小块碎片击穿 致起获休功能衰竭死亡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为什么好多多的椅子突然会爆炸呢 这样的椅子还能放心坐吗 如果每天花两小时玩电脑 那么普通人一生坐在电脑椅上的时间超过四万小时 而IT工作者则达到了八万小时 这么说来岂不是很多人都处于危险当中 为什么没有火源 气压液也会爆炸 我们先拆一个试试 找到了 爆炸的源头就是它 气压椅通常由坐垫气缸和转轮三部分组成 而椅子的升降功能 主要是由椅面下部的气压棒来实现 气压棒以气体和液体为工作媒介 起到支撑缓冲高度及角度调节的功能 而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内部充有高压氮气 通过活塞的运动 在气体压力的作用下产生升降 人就让去给升降轴以压力 升降轴就平缓地下降 速度匀速地降到低点 不给升降轴外力 升降轴就会回升到高点 那么为什么说气压棒就是爆炸的源头 市面上的气压仪是不是都有爆炸的潜在风险 求人记者用实验给您答案 我们都知道温度升高会导致气体膨胀 那是不是平凡地使用气压仪 摩擦起热造成的温度升高 让气体急剧膨胀引发的爆炸呢 这是我们从商场买来的正规厂家生产的气压仪 开始实验 转晕了 但它好像并没有要爆炸的迹象 看一下气压杆的情况 现在已经达到了45度 求人记者发现 此时气压杆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5度多 但是椅子似乎还是安然无恙 并没有爆炸的迹象 看来温度并不是引起爆炸的主要原因 难道说新闻中爆炸的椅子都是个案吗 为求真相 求人记者从市面上买了三把不同价格的椅子 继续实验 这是三把价位不同的气压仪 这把是从二手市场逃来的 价值30元 看起来已经很旧了 在气压杆部分已经有了裂纹 这把虽然是全新的 但它是三无产品 找不到任何生产厂家和质量合格的信息 这把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合格证的产品 为了安全起见 待会儿的实验 我们将会从高处扔下三个不同重量的沙袋 来模拟突然坐到椅子上的人体 实验开始 第一个实验 三 二 一 我们看到椅子的坐垫和底盘都已经被砸开了 但是气压杆还是完好无损 你让他们被砸开了 一旦 我们现在被砸开了 二 一路 第二个人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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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购买的三把椅子中 两把都发生了爆炸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椅子的爆炸 居然和上一次不同 椅子不但发生了爆炸 甚至还燃烧了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皮牙椅爆炸一般来说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由于这个气筒 它的结构或者材料 不是很过关 如果它的套筒这个材料 有一些裂质材料 或者有一些裂纹 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那么就可能是爆开 第二个常见原因 我们刚才说了 里边应该放的是惰性气体 比如说氮气 那么由于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 那么很多不法的这个商人 他会一次冲好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他拿一段空气替代了里边的氮气 如果让压缩的空气和润滑油 如果有接触 很有可能会出现化学的 专家告诉我们 气压一爆炸通常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零部件的老化 气压棒产生了裂缝 气压棒的外壳 无法承受大的压力 就像一个气球的气球壁不结实 当气球突然的冲气 压力超过气球壁所能承受的力 就会发生爆炸 而另一个原因 就是市场上的一些三无产品 以次冲好 用低下的氧气来代替部分氮气 因为氮气是惰性气体 不会燃烧 而氮气通过摩擦 就会和气压棒中的润滑油 发生化学作用 产生爆炸 氮气不纯 气压杆材质差 这些爆炸的原因 都与气压杆本身的质量有关 根据国内的检测标准 正规厂家的气压杆 得达到承受12万次 连续重启的标准才能出厂 那你要问了 我怎么检查自己的气压椅 有没有爆炸的风险 现在 Eno就来教您几个小方法 选择好的气压杆 就要看它的标志 大家看 这上面有厂家的钢硬 有国家的认证 这样的气压杆 就是合格的产品 用金属物敲击气压杆 我们听声音 这比较清脆 就是钢质的 如果是别的材质 大家听声音 就发闷 就是电镀的 气压杆里充的是氮气 氮气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 坐上去 它在升降的时候 会很顺畅 很均匀 而劣质的气压杆 它用的是压缩空气 在升降的时候 就会有卡顿的现象出现 看 快门不一 而且上来的时候 它不均匀 一般来说 200块以下的气压仪 都可能有问题 因为好的气压杆 成本是非常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使用了三年之后 气压仪就算没有出现问题 也应该停止使用 因为老化可能会带来 一百万 首先第一个 对于气压仪 它有一个安全系数 那么有一个安全范围 就像我说的 国家规定只能规定最多200公斤 那么如果你超过了200公斤以上的受力 那么这时候 即使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缸 它也有可能会发生爆裂 所以第一 气压仪不允许太重的重量落在它上面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不要频繁的去升降它气压仪 如果你频繁的升降 在它上面有重量的情况下 那么里面的这个气体会产生摩擦 当压力增加超过它的极限的时候 那么也很有可能产生爆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